今天是8月21星期五 逢星期五早上 我都要去观堂做节目 10点做到11点 回到公司已经11点8个字 接着要写三篇稿 然后才拍这个视像 说得很重要 看回市场 经过两天的下跌之后 今天的市场记录上有个反弹 已经说了 升二三八点已经可以修复 十二十五十天线 依然不重大 只不过感觉上是断定的意思 先看个指数 早前大市先高可以216点 到25007点 曾经有少少翻幅 而低见24888 但这一刻仍在升97点 之后就是腾讯、阿里巴巴 其实很多主要的成份 如果略为做好一点 直到上午收市指数 最高见过251878点 升了387点 这个指数很熟 这个就是升了三个收市 看回收市2518点 计数上 大市已经回到20天 50和10天线以上 现在是在24913点 50天线大概在24993点 而10天线就在25074点 这三种平均移动线 其实是在一百多点的波幅里面 即是市场 不管怎样 八至二百点的秋升 已经可以回到三种平均移动线之上 反过来 二三百点反复又会跌穿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只是代表大市反复不定 未有方向感觉 因为暂时来说 今个月的低位是24167点 今个月的高位是25588点 形态上 市数现在就在今个月的波幅中间 多一点走来走去 到底升多几百 还是跌多几百 大家都不知道 事实上成交金額也不配合 好像上周只有六百多亿 以现在千一二亿的成交金額 市场大爆炸上升 我根本不相信 但会否大幅度下跌 其实机会也不高 昨天跌了五百多点 有很多股份是没有跌到的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更加創了高位 甚至一直不懂得动的铁塔 都没有跌到的 航空股更加不用说 我是说是内地的航空股 换句话来说 资金对一部分股份 是有一些部署在 但指数的反复、下跌 其实是由传统经济的股份拉动 因为早日的上升 亦由传统经济的拉动上升 对整个大市的看法 暂时来说 8月份仍然在先帝后告 去到21日 只剩下9月见五多了 下星期再过多个星期 已经要面对职业期指 转仓及结算的活动 有理由相信 以现在的成交金額 大家不要忌厚望 但要大幅度下限空间 也不大 顺带一提 9月7日 恒指的新贵小米出来了 阿里巴巴也出来了 到其时 资金的部署可能 有些是买下买下的感觉 但有一样不明的就是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前 会做些什么 说些什么 制裁什么企业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不过 相关的制裁这间 制裁那间 听到很烦厌 真的烦得很厉害 难怪大家对他说的 这些东西已经慢慢慢慢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一会儿制裁 腾讯 又说阿里巴巴 又说港交所 说着说着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所谓 因为 你就有我们说 我们有事 我们做事 在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气候 市场都下不了 看情况又不是差 很重要 拿着货小的 磁形保态 短线炒作都可以 不过幅度是很小的 大家就不会探 这些属于在短线之内 赢十格八格 已经叫做不错的回报 暂时来说 任务短炒都不能探 当然不知 不要重手 好了 中文的分析 我就说到这里